据媒体报道,在艺人黄欣盈被爆出与许直安偷情后,很多人纷纷站出来爆料黄欣盈放荡精上身,与黄欣盈同届参加港节选举的昔日对手龚腾六彩,就在个人社交网上爆料,时间就是会证明一切,什么乖乖女道德高尚都是假的,要装就装一辈子,所以我就是放弃装,要我装成乖乖女估计是会死的,鳄鱼奉承的事我又不擅长,非凡娱乐时时报道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